亚伯拉人的祷告 常常是讨价还价的祷告 摩西的祷告 常常是询问式的祷告 或者结问式的祷告 结问就是 你真的是这个意思吗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种叫做 真认识他的祷告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学习 做晋升的祷告 祷告 如果我们不深入的探究 只就表面的理解祷告 不是只有基督教才有祷告对吗 你到任何一个宗教里面 他们都有类似于祷告的名词 或者动词或者动作 祷告如果你不深入的探究 表面上我们就会把它当成 我们祈求上帝来满足我们的需求 对吗 祈求上帝来满足我们的需求 或者我们再晋升一点点 就是告诉上帝我们的想法 但是上主日 我们特别从保罗 各位以福所教会的祷告中发现 其实祷告可以有更深入的层次 可以有更近深的地方 那请我们再来读这一个经文 上次我们已经读过一次了 我们再来读一次 看看祷告经过一个礼拜之后 你有什么反应 仍然是我读单数节 你们读双数节 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 十五节因此保罗说 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 亲爱众圣徒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 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祂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言情 使你们知道祂的恩赵有何等之话 祂在圣谷中得的基业 有何等公圣和文章 并知道祂向我们这信的人 所显得能力是何等浩大 远超过一届执政的掌权的 有能的 主治的 和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的人来世的 也都超过了 二十三节请 从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上次已经提到了 一个晋升祷告的前提是 认清自己的地位 认清自己的地位 你要知道你有什么地位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什么叫做地位 什么叫做地位 地位就是当我们有了这个位置 我们应该要产生 某种得着或权利 或可以主张的 你要的东西 对吗 如果你买了一张船票 就代表你可以 按照这个时间 这个地点 这个日期上了船 如果那个船是有位置的 你还可以找到你的位置 坐下来 它还分为头等舱 这个二等舱 三等舱 还有下面划船的舱 对吗 如果你有了这个地位 你就可以做相对应的事情 这个叫做你的地位 如果你认清了你的地位 你就可以做这个地位 所应该有的事情 如果你得到一个公司的职位 你失业很久了 你得到一个公司的职位 你知道你的地位 那么你就可以去上班 当然连带的 你就会得到薪水 如果你有一个地位 是某个学校的学生 你录取了 那么你就可以进到 那个校园去读书 对不对 享受选客的权利 亲爱弟兄姐妹 我们之所以可以祷告 从以福所书 一章三到十四节 是神拣选了我们 让我们成为神儿女的地位 所以当你有这个地位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有这个地位 就可以有一个权利 有一个地位 你就可以享受 这个地位所带来的结果 刚才在前面敬拜的时候 我原来住在这边 看他们敬拜 后来跑进来一个 我一看很脸熟 是我的大孙子 后来又跑进来一个 原来是大孙女 台北的 后来又跑进来一个 是小孙子 他们看到我 我就过去摸他 我叫爷爷就叫爷爷 摸他 叫爷爷叫爷爷 后来老三 我一摸他叫爷爷 他不叫 因为太久没见了 不认识了 他还小 他不认识了 我叫爷爷 他就有点慌张 就走掉了 可是后来大概 这个慢慢想起来了 对不对 他又跑回来说 爷爷 我就把他抱起来 他可以被我抱 是因为他有这个地位 有地位 我告诉各位 地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想我们都知道 儿女可以向父母有期望 儿女的需要 可以被满足 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地位 对吗 特别在他们小的时候 他们大概要什么 你就给什么 你很难不满足他 因为他有这个地位 可惜我们基督徒 很多人不知道 我们有这个地位 我们有什么地位呢 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 我们有这个地位 当然 我可以告诉各位 有的人把这个地位 做 我这样讲 会不会得罪人 就是 扩大了 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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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了 他这个儿子的地位的要求 其实他就是没认清 他向神要一个 不应该要的 或 要不到的 那这个就是 他没有认清他的地位 所以 近身 祷告的前提 是认清自己的地位 当你认清自己的地位以后 你就会发现 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你越了解你的地位 你越认清你的地位 我们越知道 我们的地位在哪里 我们越会祷告 你越确定 他是你的父 你越确定 他的能力在哪里 你越确定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你就越会去求 那个内容 对吗 可是你知道 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 去求那个不该求的 你说对父亲 也有不该求的吗 对 当你小的时候 你不知道什么不该求 当你大起来之后 你就知道 有些不能求 对不对 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 我在讲什么 如果你有孩子 你就会知道 如果你做过孩子 你越来越懂事 你就会知道 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 我们可以向父母 要这一个 所以我们没要 那有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可以 跟父母要这个 当然你要也没关系 就是没有要到 那没有要到 你就不要生气 对不对 因为你是不认清 你的地位 你是没认清 你的地位 在我服事 这么多年里面 我自己也会犯 这个错误 我也看到 很多弟兄姐妹 跟神要一个 其实不要 也会给他的 那你就 没有认识 清楚说 你这个不要 他也会给你 那有些人是 你要了 他也不会给你 比如你已经有一个老婆了 你说主啊 再给我一个老婆吧 你是我爸 那这个是要不到的 你就不要要了 我也不能说不要要了 我叫你不要要 你也会要嘛 对不对 那你就去要嘛 你要是没要到 我替你感谢主 要到了 我替你悲哀 因为那个超过你要的 他如果答应你 你就惨了 所以我们如果 不认清我们的地位 不认清我们 跟着这位上帝 是个怎么样的上帝 就有点可惜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我们说 敬身祷告的前提 是认清 你其实要花满多 时间去认清 我们的地位 你越清楚 你的祷告会 我不要讲越有效 这应该是 越美好 不是有效没效的问题 今天在祷告 都想要求有效 我这样祷告 神听了没有 我这样祷告 神给了没有 其实我们做的 有些是不合理的祷告 我们也希望神 垂听又成就 其实这对我们 没有好处 那是因为我们 不知道我们的地位 但有些我们 可以要的 我们却不需要 那就有点可惜 所以第一 祷告的前提 是认清自己的地位 我们上次说了 对吧 今天做一点复习 因为我发觉 有些人上个礼拜 没来 我不要叫你举手 然后没来还没关系 还没有看上个礼拜的回放 对吗 那个不乖 回去还是要看 第二 上次我们提到什么呢 上次我们提到 这个很重要 近身祷告的顺序是 先感谢后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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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刚刚信主的人 初初祷告的时候 他一定是要 要 要 要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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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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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求那个 求不要什么东西 就好像小孩子一样 就好像小baby一样 就好像三岁 五岁 甚至到七岁还会这样 我就是要 我就是要 别人有我为什么没有 别人可以那样 我为什么不能那样 别人都出去玩 我也要出去玩 别人家里有这个东西 你也不管你家里的经济状况 我就要那个东西 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可是怎么样 就是近身的祷告呢 当你开始会用感谢开始的时候 就表示你成长了 就表示你成熟了 就表示你有经验了 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吗 我上次花很多时间讲这一个 如果你是一个不常常感谢的人 其实我可以推断 你没有很多的经验 你没有很多的经验 你没有跟神很多互动的经验 如果你跟神有很多的互动的经验 你就会常常感谢神 还好这个祷告神没有垂听 感谢主这个祷告神成就了 所以当你会有回应 对于神所做的事情的时候 就表示你成熟一点了 你越成熟你越会祷告 那怎么样代表你已经成熟了呢 或者怎么样表现你已经成熟了呢 或者怎么样学习做一个成熟的祷告呢 就是要先感谢后祈求 先感谢后祈求 我可以告诉各位 一个祷告当中常常感谢 或者先感谢的人表示我们长大了 表示我们成熟了 表示我们经验多了 我们不会把神的恩典 take for granted 当作理所当然的 我们懂得感恩了 你要知道神所做许多的事情 都经过精细的计算 这个你要很多年以后才会明白 我前天到保养团区去讲 那个上帝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不是有行十个神迹吗 我花很多的力气在讲 神为什么要行十个神迹 是要表明他够厉害吗 十个 还是要表明他够残忍呢 到底有什么意思 那不十个 一个可以不可以呢 那如果只要一个就可以 神为什么要做十个呢 这个是show off嘛 对吗 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讲这个东西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当你对神越认识 你就会知道说 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意义 所以当一个人 会感谢的时候 顺境感谢 逆境也感谢的时候 就表示他长大了 当我们有收获的时候会感谢神 有失去的时候也感谢神 那么你就成熟了 你就成熟了 当我们得到一个高升的地位的时候 感谢神 当我们被降悲的时候 我们也感谢神 或更感谢神 就代表你成熟了 你知道很多的时候 我们得我们就感谢 失我们就抱怨 这就表示你并不认识神 因为有得有失 不只是这个世界合理的状态 更是上帝的安排 对吗 你只要好好的读圣经 圣经里面每一个神所用的人 都是上下 上一点更下 然后上一点 上一点 再更下 如果你看过整个圣经里面的人物 都是这样的描写 那为什么我会一直上 一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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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得懂吗 一直上 一直上的人 他会感谢 他一叠下来 他就不感谢 这就表示他不认识神 所以当我们会感谢的时候 就表示你成熟了 上个礼拜我们大概讲到这边 那我就请你们上个礼拜回去做功课 做了没有 有没有先感谢后祷告 有吗 对不对 你感觉 先感谢后祷告 有什么感觉或得着 有没有 我可以让你们讲 有没有 没有人 你们不好意思 还是不习惯在讲道当中讲话 没关系 你有什么感觉 你一感谢就感觉神同在 还有呢 感谢不完 你很奇怪 你一感谢就会一直下去 感谢了这个 又感谢了那个 又感谢了 感谢不完 后来就来不及祈求了 对不对 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所求的 还没祷告以前 他都已经 知道了 所以你没祷告那个部分 没关系 可是前面表达了你的成熟 后面你要求的 他一定会给你的 而且他会给的超过你所求所想的 我上个礼拜已经说了这个部分 还有没有 你们昨天 这个礼拜过去的感谢怎么样 更真实了 更真实了 他的祷告 如果你感谢了 你后面的祷告就更真实了 还有没有 不容易 对 不容易 你是说祷告是感谢不容易 还是后面的祷告不容易 在匿迹当中还要祷告 在匿迹当中祷告不容易 那就 感谢不容易 对 感谢不容易 感谢不容易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在不顺利的当中 我们要学会感谢不容易 可是我告诉你 不容易的事情 多做几次就 我们的学习过程不都是这样吗 你小孩子的时候 学加法的时候不容易 现在加法你们都没问题 那小时候学数学容易吗 不容易 算数题多做几次就容易了 危机分到现在还不容易 因为你根本没有念 因为你没有念 所以你一定要练习 你一定要练习 你一定要练习 你就会进步 来 我们看看 请问你先感谢后祈求 你有没有觉得更深入 你有没有先感谢后祈求 你有没有觉得更有信心 我觉得这是最明显的 因为你感谢多了以后 你为那个祷告的时候 你突然觉得 那个更难的神都已经成就了 这个应该不太难吧 这是信心问题 你有没有因为一直感谢神 更认识上帝 这个礼拜 下个礼拜谁讲道 我要来讲 回去要做作业 你帮我问 有没有更认识神 我告诉各位 感谢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你一直不肯开口感谢 人很奇怪 可是你只要一开口感谢之后 你第二个感谢就出来了 第三个感谢就出来了 第四个感谢就出来了 你突然发现 以前你有太多该说感谢的 没有说 所以感谢会越来越多 有没有觉得你的祷告更有意思 你突然发觉 原来不是只有祈求 而已 因此我们学会感谢神以后 我们就容易进入祈求的祷告 好 我们现在就来看第三 今天要重心讲的 那么祈求的内容是什么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知道我们都有 具体想要求的 我们都有 我不会没有 我上个礼拜来的时候 我觉得人数减少 当然 可能特别嘛 那我回去我就跟神说 人数为什么减少呢 求你把人数给我们 这叫具体的祈求 对吗 那秋华跌倒了 那上个礼拜我就一直 他是一个非常不喜欢看病的人 不看医生的人 那我就一直想办法 想办法 想办法 然后临时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我带你去照X光 他 我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全部弄好了 就把车子一叫就把他带去照 他还没反应过来 已经照完了 就这样 他非常 不喜欢做这个事情 可是我跟神祷告 主要把片子照出来 看看到底怎么样 完了以后呢 照出来果然不是太好 果然不是太好呢 我知道他的性格 所以我就立刻打电话 给一个人帮我的忙 挂骨科 挂骨科呢 到时候就把车子一载 就把他载到骨科那里去 就治疗 我的具体的内容是 我希望他的脚好起来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具体的内容 对吗 你们家里有没有人 正好在生病的 有没有 你有没有跟神说 要让他的病好起来 有没有 你有没有自己不顺利的时候 你说主啊 你要安慰我 有没有 我告诉你 这些具体的内容 完全没有问题 我没有说不要具体的内容 但是 既然是近身 近身的祷告 那我问你一个神学的问题 你还没祷告以前 他知道不知道了 他已经决定怎么做了 没有 第一个一定没有问题 第二个 可能可以有一点点的看法不同 看法不同 但是基本上 大的方向是没有什么改变的 他如果不想要你要的 你就拿不到 因为拿到对你一定没好处 如果现在拿到 他又不给你 他为什么要刁难我们呢 那 现在不给你 并不代表以后不给你 可是现在不给你 可是你却求个半死 目的是什么呢 当然增加耐力 对不对 但他一定有个目的 所以准确来说 你具体有一个需要 祷告不祷告 祷告 我跟邱华是 真的 每天 三次为我们的孩子祷告 三次 因为我们要把他们交托给上帝 他们是我们最担心的 我们所最爱的 我一天一次为ANS祷告 每天一次 为你们所有人 但是我没有办法提名字 我就是说为教会 为怎么样 为神学院祷告 为我所有的工作 每一天一次 具体祷告 我祷告 可是 这些祷告 注意听 不是要强迫神去做那件事 不是 而是在祷告的过程当中 我经历到我跟祂的互动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你讲了一百次 你还在讲 是表示你 有信心还没信心 从不同的角度 对不对 我是深深地相信 神会让我们ANS好起来 我不是要提醒祂 我这样祷告是 我相信祂一定会这样做 那你为什么祷告呢 我祷告是因为 我相信祂会做 我继续祷告是因为 我相信祂会做 而且祂会透过我做 我有没有讲清楚 所以我祷告主啊 你要 然后我希望有一天 神感动我说 那你替ANS做什么 我就替祂做什么 如果神没叫我做 我已经跟上帝说了 我希望你让ANS变得很好 那有一天神就会感动我 说你去做什么 所以当我在跟神 做一个祷告的时候 其实更多的时候 我是希望神回应我 这件事情 他的看法是什么 保罗除了具体的祷告之外 我选了这一段 是因为这一段的祷告 还有两个很具体的内容 就是第一 祈求真认识祂 祷告的晋升的内容有两个 一个是祷告跟神说 求祢让我认识祢 求祢让我认识祢 主啊求祢让我更认识祢 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一杯 请 求 这个是保罗所做的 为他们的第一个祷告 也是我们晋升的祷告 就是求主让我们更认识祢 我昨天上次已经说了 信从主耶稣 亲爱众圣徒的人 还不真知道祂吗 因为真知道或真认识 相对的不是假认识 假知道 不是 因为认识有认识 更认识 再认识 对吗 所以有一句话不是这样讲吗 没有最认识 只有更认识 可是我们学英文文法的时候 就是说 圆级 然后比较级 然后说最高级 对不对 后来发觉 那如果那个级是没有最高 是级是无限的时候 就没有最高吗 只有什么 更高 所以这句话 真知道祂 祂的英文 我上次讲了 看你们还记不记得 有没有人记得 真知道祂 有人翻译成 Know Him Better 换句话说 无论什么时候 我们都可以更认识祂 所以我们的祷告 比较多的 应该是跟神祷告的说 主啊 我更认识祢 可是这个话 老实讲 我更认识祢 这个是讲的是空话 更认识祢 所以应该怎么样呢 我告诉各位 这个所谓的更认识祢 它是一个原则性的说法 它是个原则性的说法 如果你看具体的 圣经里面的例子来说 那就是我请问你 亚伯拉罕跟神的祷告 是一个怎么样的祷告 讨价还价的祷告吗 听得懂讨价还价的祷告吗 讨价还价就是 这样好不好 他说这样不好 我说那那样好不好 他说那样不好 那我说那就这样好了 他就说那这样还差一点 那叫讨价还价的祷告吗 所以亚伯拉罕的祷告 常常是讨价还价的祷告 摩西的祷告 常常是询问式的祷告 或者结问式的祷告 结问只有在法律上用 或者是心理学 或confrontation的时候用的 结问就是 你真的是这个意思吗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种叫做 真认识祂的祷告 真认识祂的祷告 不是跟神说 主啊我更认识你 求你让我更认识 不是 你就具体的事情 具体的观念 跟祂讨论 你相信我 不只在圣经上可以这样 旧约 新约也是啊 耶稣甚至要上十字架前 跟神的祷告 都是讨价还价 假如可以 如果不能 听得懂吗 但以理的祷告也是啊 最好你是这样 即或不然 也就是说 当我们在跟神互动的时候 当我们在跟人互动的时候 你要把那个人 搞得更清楚的方式 就是跟他讨论 而且更深地讨论 甚至可以到 结问的地步说 你真的一定要这样做吗 那这个当然 不一定带着 很强势的想法 当然这个强势不强势 也要看对方 有多大的承受力嘛 我们要知道 神是无限大的承受力 所以你尽管不用客气对他 尽管不用客气 有人问我 说我这样会不会得罪神 我告诉你 神不容易被得罪 特别是 你想认识他这件事情 他不容易被得罪 他还恨不得你更认识他 所以你尽管不用客气地跟他 所以这里的 真知道他是指真认识他 保罗的祷告也是这样啊 彼得的祷告也是这样啊 甚至彼得跟着耶稣 那耶稣当然他不知道他是神的儿子 在耶稣基督完全复活 以及以后还有很多事情以外 彼得他们常常跟耶稣对着啊 就说你为什么这样呢 不是这样吧 你怎么会这样说话呢 这个是一种祷告更认识的方法 有没有听懂我在讲什么 所以这一次我盼望你们晋升了 第一要感谢对吗 第二祈求的时候 不要只是就具体的 祈求 主啊求你让我这一次应征的时候 老板答应我薪水四万八以上 不要这样祷告 我没有说一定不对 我没有说一定不对 那当然可以 可不可以跟神再祷告更深入一点 你觉得我怎么样跟老板谈比较好 或者我怎么样跟老板谈我的工作 怎么样做会更好 你能教我吗 就是说你跟神谈的时候 可不可以更仔细更精确的跟他谈 好像朋友一样 一般我们祷告都不是这样 主啊求你让我这个老板喜欢我 就offer给我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结果你没有跟他谈 他更有办法的部分 你只是跟他要一个结果 可是这个know him better的方式是 你跟他具体的谈的更多 如果你能够这样做 你就会对神有更深的认识 你说可是我以前不习惯 对 你说我不会 对 所以我们再念一次十七节 十七节 预备 请 求主耶稣基督的荣耀的父 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赏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他 他说求 后面都是形容词 或者说multifier 就是修士语 求神使我们真知道他 对不对 求你使我们真知道你 这是主句嘛 对不对 其他都是修士语 可是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赏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他 换句话说 保罗的祷告是主啊 他把对方当成受好处的 他说主啊 求你把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他们 他们就更认识你了 如果转到自己身上 主啊 求你把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 让我真知道你 这样会祷告了吗 主啊 求你让我认识你 求你让我真认识你 求你让我更认识你 可是他有一个方法的 他说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 这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简单讲就是圣灵 主啊把圣灵给我 让我认识你 但是他把这个圣灵讲得更仔细 叫做赐人智慧 换句话说 我们其实是跟神祷告 求圣灵帮助我们 跟神祷告 而在这个启示的灵 智慧 赐智慧和启示的灵 就是圣灵 但是我特别喜欢这个启示的灵 启示的灵 启示的灵 不是 不是让我们知道某件事该怎么做 不是 这个启示的事情是让我们更知道它 更知道它 你知道这两个差别吗 因为这件事情怎么做是具体的 可是更知道它 你如果知道神有多大的能力 等一下我会讲 你知道神有多大的能力的时候 你就不会求一个小东西 如果神真的照我们所求的给我们的话 你求大就给大 求小就给小 那有的时候我们就求太小了 那怎么样可以求大的呢 就是要求神把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伤给我们 启示是什么字 这个字 reveal reveal reveal这个词 我已经很多次了 我已经很多次在这边表演过这个动作了 只要是我们教会的中心里面 都知道这个字的希腊文 是这个意思 启示是一个动作 是个动词 启示是这个动作 这个叫做启示 就是把一个遮住的布 拿掉 叫做启示 我手上握什么 你们并不知道 上帝要给我们什么 我们不知道 上帝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求神把赐人智慧 就是给我们智慧 和启示 启示换 一个很普通的话 就是打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他 让我们知道他 这个叫做启示 就是这个动作 这个叫做启示 就是拉下来 原来是个遥控器 这个叫做启示 我请各位回去做这样的祷告 你试试看 你要知道 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 你会高兴到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你原来不知道 他是这样的神 当你突然知道 他是这样神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有多高兴 那个要怎么样才会知道呢 就是他打开我们的眼睛 我们就看见了 如果你把眼睛闭起来 人家把你带到一个地方 说你把眼睛打开 你一看 哇 原来是这样 这个叫做启示的灵 目的不是要知道神的工作 而是要知道神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因为神的工作 等一下我才要讲 现在现在讲启示的灵 就打开我们心目中的眼睛 好 所以我们回去的祷告 其实是这样 就具体的案子 就具体的事情 我们可以跟神讨论 主啊 我的儿子 是念这个学校 还是去工作呢 你可以跟具体的 跟神谈具体的案子 具体的事情 或者主啊 这个病我要怎么去面对呢 我到底是要吃药呢 还是不开刀呢 像我昨天晚上睡得非常不好 到两点都没睡着 因为我压到的神经 昨天晚上突然就 怎么摆的姿势都不对 现在又没问题了 现在又没问题 所以躺的时候 怎么躺不对 怎么躺不对 我就坐起来 坐起来我要找到一个 对的姿势 找好了以后 我要用那个姿势去睡觉 你听得懂吗 不然手一直麻到睡不着嘛 手一直麻到睡不着 所以如果你就具体的事情 跟神祷告 主啊 让我这个手麻好起来 那这个是个具体的事情嘛 你可以这样祷告 可是呢 我也可以做另外的祷告 主啊 除了这个以外 这一件事 你对我有什么带领呢 你对我有什么启示呢 说不定神的启示是说 你就是要去跟金城大哥运动 说不定是这一个嘛 对吗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嘛 我都是在举例哦 我都是在举例哦 就是说我摆什么姿势 才会好呢 或者你医治我吧 不是 医治我 这个是我们最常用的祷告嘛 主啊 你医治我 一祷告 好了 那就当然感谢主嘛 那有没有没有好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神不要这样 你听得懂吗 神不要这样 因为你这样的话 你走一个很简单的路嘛 我不要认识你 你只要给我东西就好了 我不要认识你 你只要把我的满足就好了嘛 很多儿女也是跟父母说 我不要叫你 你不要叫我做这么多 你就给我满足就好了 很多孩子都是这样啊 可是父母都不愿意的缘故 并不是不给他 小气 偷懒 舍不得不是 父母不给一定有个原因的 所以我们在跟神祷告的时候 know him better的方式 不是解决那个具体的事情而已 而是神为什么要这样解决 或者神要我们怎么解决 让我们怎么面对 我们没有一个人相信神 是为了要一败 他就听我们的 那跟阿拉丁的神灯有什么差别啊 没有 我们的神绝对不会是这样的 因此我们要知道 怎么样祷告 先感谢 后祈求 而祈求里面的第一件事情 是真什么 知道他 或真认识他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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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神让我们 真知道他的工作 真知道他的工作 这个 这里提到我们要真知道什么是呢 或 我们说真知道 是know him better 对不对 真知道他嘛 对不对 那真知道他的工作是什么呢 就是说 更了解他是怎么做事的 有没有听懂 更了解他是怎么做事的 更了解他在做什么事 更了解他做事的法则是什么 如果这个就是他不要做的事情 你就不用求了 因为他不会因为你求就改变 但是如果你知道 这个是他做事的法则是这样 那么我们就照他的法则去祷告 如果你要认识一个人 你要知道他是做什么事的 你要知道他做什么事 你就会认识他 从人来讲 这个人是个说谎的 他凡事欺骗 认真的人 他做事用心 一个正直的人 他做事可以被检验 这个是人对吗 可是这个人本身做什么事 你可以认识他做什么工作 他做什么工作 长期 而且他devoted在那间公司里面 做了几十年 你知道他的性格 就被这个工作磨成一个性格 对不对 或者他的性格适合这个工作 了解我在说什么吗 那这个很重要 我前不久去 不是前不久 2008还10去 吕牧师的教会讲道 那个时候他们还没到那边去 我去他们讲道的时候 他们教会 布道会 然后我讲了一堂 下面完全没有反应 我很少到那个教会 是完全没有反应的 就坐在那边听 我讲笑话他们也不笑 你看我们教会就生 对啊 我讲笑话他们不会笑 然后我讲很严肃的事情 他们脸上也没表情 然后我就讲 我就觉得很惊讶 为什么 因为我讲道 不是在讲理论 我讲道 讲的理论当中 都是有很深入的 去举一个例子 让他们明白 我觉得我一般而言 我大概道都是讲得清晰 但是有的人是不喜欢听 清晰的道 那是没办法嘛 他只想听一个简单的道 那我是没办法 我就是没办法讲简单的道 我当面讲完了之后 我就很痛苦 我就很痛苦 然后那天开车 带我回家 是他们教会 那时候他做长老了没有 我也不知道 反正他就开车 带我去的 在路上我就闷闷不乐 我就跟他说 你们教会的反应 好冷淡哦 好冷淡哦 我说为什么呢 是灵命不好吗 是什么吗 我就问了很多很多很多 后来我就跟他们说 我就说 你们这里的主成分子 是什么 主成分子 因为都是中壮年 可能那个时候还不到中壮年 有一些壮年 可是还蛮多是中年 青年 因为那个时候 我也才四十多岁 我就问他 他就跟我说 我们这里的成分是 主成分子是什么什么什么 后来原来 他们那边是学化学的 很多化学的博士 做银行的 做银行的 后来我就明白了 我第二天去呢 我就说 怪不得我昨天讲到 你们都没有人孝 因为你们这里都是学化学的 都是做实验的 你知道做实验的人很痛苦 因为呢 他们一直实验不出来 有没有 一直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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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实验完了 老板就来了 很好 下面assignment就来了 所以他们永远在做实验 实验不是失败 就是成功 成功也没有什么好高兴的 因为上面还有人 是他的主管 那做银行的更是痛苦 对不对 所有看到的钱都不是他的 我就跟他说 所以你们这里没有喜乐 没有欢笑 是很正常的 结果全部人就哄堂大笑 因为他们终于知道 他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笑 现在终于知道他为什么不笑了 他就笑出来了 他一笑出来之后呢 我倒就容易讲进去了 这样听得懂吗 因为他们一直觉得说 他在讲什么 他在讲什么 因为实验的人 永远要看到实验的结果嘛 现在我只告诉他实验的内容 他还没去实验 他就不知道实验的结果是什么 然后呢 所有银行的人 看到的钱都不是他的嘛 数字这么大 他的银行的存款也没有增加 所以他就没有很开心 我点出这个破绽之后呢 他们就笑了 就觉得很好 后来那个教会就蛮喜欢我去讲道的 当你知道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好沟通 当你不知道一个人的时候 就很难沟通 同不同意 当一个人是一个很容易被人家冒犯的人 你讲话就不能冒犯他 当一个人是很柔软的人 你就用另外一种 approach的方式来跟他互动 对吗 那你猜我们上帝是个怎么样的神呢 所以保罗说你需要认识他的工作 你知道他怎么工作 他是怎么样的工作法 这三个工作就讲到上帝在地上是怎么工作的 然后我们看他怎么工作 我们来读十七 十八 十九 我们看他怎么工作 一杯一起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 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使你们真知道他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 他在圣徒中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 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好 你们看经文了 我一口气把它讲完 他做什么工作 十七节是说求神 求神让我们更知道他 让我们真知道他 让我们know him better 而且方式是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 这个句话 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跟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是同等的意思 对吗 照明你们眼睛 打开你们的眼睛 这是他的三个工作 一 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何等指望 二 圣徒中得了基业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三 知道他向我们的信的人 所请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所以认识他一件事情是 他是这位 三个工作 一 恩召何等指望 二 圣徒中得了基业 何等丰盛的荣耀 三 我们信的人 所请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上帝在地上做三件事情 跟我们有关的 他做很多事情跟我们无关 我们也搞不清楚 对吗 所以有人跟我说 请问你们基督教相不相信有外星人 我说不是相不相信的事情 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外星人 他说如果有外星人 怎么办呢 我说如果有外星人 那就感谢赞美主啊 他说啊 有外星人还感谢赞美主 对啊 有外星人那就是上帝创造了外星人 那就是这么简单 他说那怎么知道 不是外星人创造了上帝呢 我说因为我的信仰就是 所有所造之物都是上帝创造的 所以有外星人感谢赞美主 他们问我说有恐龙怎么办呢 有恐龙就感谢赞美主 他说那有恐龙不是很奇怪吗 不会很奇怪啊 任何东西都是上帝造的啊 所以就感谢主就好了啊 所以上帝很多事情没有告诉我们 没有告诉我们就跟我们没有关系嘛 对不对 你知道当我们在那边聚会的时候 我刚刚从巴黎回来 你知道巴黎现在很多事在发生 对吗 我刚刚从美国回来 你知道美国现在很多事情在发生 对吗 美国刚刚选举完 对不对 你知道现在在亚洲 还有很多地方在发生事情嘛 对不对 听说在开APEC会议 对不对 那个是在哪里啊 在南美洲嘛 很多事情在发生嘛 可是跟我们现在这里无关 所以我们不需要把很多的心思 花在那边 因为我们应该把很多的心思 花在我们现在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 上帝跟我们 他做哪三件事跟我们有关 第一 他跟我们做了有关的工作 第一个 我们必须知道 他对我们过去 给我们的恩兆有何等的指望 过去的恩兆 是指的上帝过去 过去不是那个过去 过去是对我们这个人而言 我们都已经信耶稣了嘛 我问一下 已经信耶稣的请举手 请放下 我是在确定有没有谁睡着了 你举手就表示 你知道你已经得救了嘛 这个恩兆就是神 我们每一个人 万古之先神就拣选我们了 在地上活着的时候 有一天我们会 我要信耶稣 或者我信耶稣 或者我受洗的 那一天叫做过去的恩兆 就是那一天到现在 有何等的指望 过去的恩兆就是 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我把过去 现在 未来 讲出来 十八节说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 他过去的恩兆有何等的指望 他在圣徒中 未来得的基业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并知道他向我们所信的人 现在所显的能力 是何等浩大 他这里没有翻出来 听得懂吗 可是他有一个过去 有一个未来 有一个现在 这样清楚吧 他过去的恩兆 就是对我而言 我是十一岁时候 信耶稣的 我现在六十六岁 所以我信主耶稣 五十五年了 那我过去的恩兆 就是五十五年来 神对我的恩兆 有何等的指望 那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成为基督徒 我们成为神所爱的儿女 过去五十五年来 神一直保守我 神一直看顾我 他的恩兆有何等的指望 他对我 赐给我的恩兆 在我的身上 有一个期望 就是我在有生之年 应该活出来 他应该要我 他要我活出来的样子 所以我们有这个 内在的生命 慢慢就会活出 外在的生活 一个基督徒 基于神 在我们个人身上 过去的恩兆 就慢慢 渐渐 会活出一个 对的 好的 美的 真的 生活 这个也是我们教会 最看重的 要呈现真实的自己 对吗 你知道我到好多的国家去 我们有一些 网上的弟兄姐妹 他们看到我 都要背这句话 他说我最喜欢你们教会 那个呈现真实的自己 他说自从我知道这个经文 知道这个 呈现真实的自己的时候 我常常问我自己 我现在所呈现的是真实的 还是虚伪的 那我就问他说容易吗 他说不容易 但渐渐就容易了 因为那个是一个过程 那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你要一直 然后有一个人直接跟我讲 他说我后来发现 我太多的面具 我在家里一个面具 在公司一个面具 在教会一个面具 他说我换得来不及 很辛苦 那怎么样过去的恩招 在我们的身上 可以有指望 就是我们慢慢地 越来越活出来 真正的样子 所以过去的恩招 是指里面 我常常替别人证婚 那我替别人证婚 都很仔细 即便现在 我有时候在意大利证婚 在哪里 西班牙替人证婚 在法国替人证婚 我都不习惯 因为他们的证婚的 前面的证婚很短 那我的证婚都很 花很多时间陪这对新人 早期都要跟他们做婚前辅导 现在就是没有办法了 因为太多了 也别人 也不是我辅导的 那我都要跟他们做证婚 就是做那个排演 排演通常我就会说 好 新郎新娘 那一天就要拿那个戒指来 对不对 有的戒指是请伴郎伴娘给我的 有的是花筒给我的 我都要rehearser 我都要把他们拿过来说 打开来 我就跟他说 这个是给新郎的 我讲什么话 然后我都给他们 然后弄完了 我就放在那边 有一次有一个新郎 很仔细 很细心 他就问我说 他说李长老 那那个盒子怎么办 我不是给新郎 然后给新娘 对不对 那盒子我就盖起来 我就放在桌上 然后就跟他们说 然后就跪下来 又替他们祝福 又接杀 又亲吻新娘 宣布婚礼结束 他就走了 他就问我说 李长老 那那个盒子怎么办 他就问那个盒子怎么办 我就说 我就说 那个盒子你还要吗 我就问他 他说也可以不要 我说那你可以不要 你就丢在那边吧 我说你要 你就叫那个伴郎 就等一下拿走 或者是花筒拿走 他说我也可以不要 他那天就这样 可以不要 我说那不要 就放在那边就好了 那我来问你 请问我们证婚完了 把那个东西放在桌上 会不会有人去拿那个盒子 会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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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小孩子会 小孩子会 他觉得好可爱哦 好可爱哦 有没有人喜欢那个盒子 有啊 因为那个盒子很精美嘛 那个盒子很漂亮嘛 有些人很喜欢那个盒子 但是 如果你是那对新婚的夫妇 你要戒指又要盒指 这个没问题 你要戒指不要盒指 这个也没问题 可是如果你只要盒指 不要戒指 你们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呢 可是我们很多基督徒 就是只要盒子 不要戒指的 我们很多的基督徒 就是我要有宗教的表现 却不要那个信仰的生命 我可以告诉你 那个盒子并不重要 再怎么漂亮 它都没有太大价值 真正的是那个宝贵的生命 所以过去的恩召神 在我们生命里面的 我也劝我们教会 所有弟兄姐妹 你不用急的生命 有很多的表现 不用急 因为它有一天会表现出来 第二 将来说 给我们的基业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未来基督徒的基业 圣徒得到何等丰盛的荣耀 是指我们看不见的 我们需要圣灵光照我们 让我们看见 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 我们其实是神的基业 我们到神面前 也得神为基业 这个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这个讲到我们未来 弟兄姐妹 地上所有的宗教 不同的宗教 有不同的重点 有的很重今生 有的重来世 凡是看重今生的 会求今世的富贵 他要的是生活 他要的是现在的享受 他要的是享乐 这个是今世 看重今生的 有人是看重来世的 看重来世的 他就愿意在地上 过着非常简单的生活 我碰过几个人 他的生活在地上非常简单 因为他看重来世 他不看重今生 基督徒当中也有这样的 你不能说他错 他就是更看重来世 所以他今生过非常简单的生活 但在基督信仰里面 我们是既重今生 又看来世 这里告诉我们 恩召何等的指望 神得到我们 作为他的基业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我们在地上的日子 有一定会过去 将来回到神面前 那个才是真正永恒 没有眼泪 没有肉身残垒 没有罪 没有痛苦 在我们里面 今天小微来我们当中了 我们一个最好的朋友 她的母亲 刚刚安息 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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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息 刚刚做完这个骨灰的这个安措 今年十月 现在才十一月嘛 对不对 就是几个礼拜前 我们在他们家还在谈这个事情 他妈妈身体不是很好 我们就在那边一直聊 一直聊 因为我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他的爸爸妈妈我们都认识 我爸爸妈妈他们也都认识 我爸爸比较早过世 他爸爸也比较早过世 就像我妈妈跟他妈妈 他们也认识 我妈妈呢 你们都知道去年十九号 就突然过世了嘛 而且一夜之间 他自己怎么过世的 他一定都不知道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 他怎么过世的 他是在救护车 而且他前几个小时还很清醒 就那几个小时 有一点搞不清楚状况 我们叫他 他还说热 我说那你要怎么办呢 他说很热 我就说 不是你冷气吹成这样了 都叫救护车来量 把他送到医院 上救护车还好好的 好好的 救护车的那两个人还好好的 说我妈妈完全没问题 还说要不要送急诊 我说你送啊 我妈妈都看起来都 不认识人了嘛 他就送 送进去 就跟医院交接的时候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救护车 不是要拉椅子出来吗 对不对 把那个拉过来 就拉进去这样 我妈到里面就没有生气了 就这样就走了 就完全就是 然后医生跟这个人 是对不上的 对不上的 他就说我送一个活人进去 那医生就说 你送进来就没有气了 所以两边就争执不下 我妈就这样走了 那当然 对我们来说非常突然 可是呢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妈真是好命啊 你听得懂吗 那求之不得啊 那你们要不要这样 谁都要啊 谁都要啊 谁不要呢 所以当我去 女牧师他们家的时候 就跟他们分享的时候呢 他们说 哎呀我妈妈最好 如果能这样就好了 有这样就好了 可是求之不得啊 那求之不得呢 因为人最后有几年 躺在床上也很正常 对吗 所以我们就不知道 怎么办 就没有想到 他突然就接到电话 就简单讲 他就回来 就处理了 处理完了之后 昨天我们就见面了 见面的时候 我就跟女师母说 我说这个后座力 还是蛮强的 听得懂后座力吗 因为妈妈突然过世 后座力还是蛮强的 那我怎么过这些日子呢 因为我妈妈是突然过世的 你们很多人也见过我妈妈嘛 她也在这边聚会一段时间 后来是因为 她不方便 就不常来这边了 后座力是 突然会想到说 我妈现在在哪里 可是一年都过去了 我理智上早就知道 但现在非常知道 就是她在主那里 好得无比 但是这个需要一个过程 可是在这边圣经上 早就讲了嘛 她未来要赏给我们的基业 有何等的荣耀 我知道我妈妈现在在主那里 我确定她在那里 只是因为我还没去 所以不知道那里好不好 但是圣经上说是好得无比 所以我也一方面相信 这样的事情 我妈妈好得无比 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地方 这就是未来的基业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这个我们看不见 所以她不是用这个经文吗 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看到没有 使你们知道 过去的恩招何等的指望 未来在我们身上 何等基业 何等丰盛的荣耀 三 知道她现在显给我们的 能力有何等的浩大 没有弄好 知道她现在显给我们的 能力有何等的浩大 这里提到 神对我们过去的恩招 有何等的指望 未来的基业 何等丰盛的荣耀 还有什么呢 你知道 过去的恩招是立足点 未来的基业是终点 那中间需要什么 需要能力 需要现在的能力 所以知道她现在的能力 何等浩大 其实整个的信仰是这样子 确定过去的恩招 你已经得着了 未来的基业是相信得着的 对吗 中间就剩下什么 能力 我年轻的时候 很会跑步 小学就很会跑步了 小学非常会跑步 初中很会跑 我到大学 法律系的时候 还代表法律系参加 全校的比赛 看不出来 对不对 不要只以为你们会跑全马 我们是跑一百公尺的 我是跑一百公尺的 十二秒五 一百公尺 十二秒五 还可以 在台大 台大我一年级 就代表全系去参加比赛 参加全校的比赛 一次就进到决赛 后来被我们学长过来 把我的号码拿走 把我号码拿走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他跑得比我好 他是二年级 我是一年级 他说你正好在排在那个八个人里面 都比较弱 是你比较好 你听得懂吗 他说我排在那个八个人当中 比较好 所以我被淘汰了 他就过来把我的号码拿走了 他就他比较会跑 你是学弟嘛 就让他跑嘛 对不对 不然的话我现在可以拿出来秀 我还是台大 对不对 这个比赛什么 那说不定也没有了 一百公尺有个起点 一百公尺有一个终点 中间需要的是能力 需要的是能力 谁能力大 谁爆发力强 谁在15秒之内能够加速到达终点 那他就是爆发力强 全马 42公里 195公尺 考的是耐力 但是耐力也是能力 对吗 配数 那个也是能力 所以过去恩召何等指望 未来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我们活在地上 三个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能力 这个能力哪里来呢 我现在告诉各位 这就是神要给我们的能力 神要给我们的能力 我们来读 并知道 并知道 他向我们这信的人 所显的能力 是何等浩大 换句话说 神今天要在你我中间 做的事情 那个能力 神要给我们能力 那个能力是什么能力呢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 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从死里复活 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 掌权的 有能的 主治的 和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的 连来世的 也都超过了 又将万有 扶在他的脚下 使他为万 做万有之手 教会是他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者 所充满的 好 这个能力 就是今天要告诉你 过去恩招 你要神给你看见 未来 基业 神要看见 最重要就是我们从现在 这就是我们祷告的内容 先感谢 后祈求 对不对 祈求一个认识他 第二个知道他的工作 他的工作有过去未来 但最重要是现在 所以我们心内的祷告是什么呢 心内的祷告 是什么 是你跟上帝的事 可是你要知道 他有多大的能力 你才可以求多少的事情 对吗 如果你要一个人 一百米 跑八秒 现在还达不到人类 人类还达不到这个能力 对不对 所以 你要期待一个人 跑到八秒 那现在不可能 可是我们可以期待神怎么样呢 这里就讲到神的三个能力 第一 这个能力是叫基督从死亡当中复活 他现在告诉我们能力有多大 我告诉各位 全世界最大的能力 就是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的能力 能力 能力 如果那个能力 如果那个能力 是摧毁的能力 那没有 太大 摧毁的能力 都不大 我问你 杀人 需不需要能力 要嘛 你把刀子插进去 也要搅一搅嘛 对不对 不然他不会死嘛 对啊 你命令你刀子插进去 你不拔出来 他不会死 你知道吗 你要把他拔出来 拔出来 主要是血流过多而死嘛 大家都不太了解这个事情 其实叫人死 也不是太容易的 可是呢 比起死里复活来说 死是很容易的 死是很容易的 我们将近在四十年前 三十多年前 三十多年前 秋华怀第一个胎 那怀了以后呢 因为很忙 后来就做产前检查 做产前检查 进去以后 那个医生就说 李先生 李太太 你们去做个超音波好不好 那我说为什么做超音波呢 不是以后才做吗 他说没有 他说你可以做两次超音波 他说一次在这个时候做 一次在后面做 我们就说好 我们就排超音波 就上去 上往在台湾医院 排完了 下去 下去地下室排超音波 排完了以后呢 就上来 然后那个超音波的人做完了 还笑咪咪的 在那边弄弄弄弄弄 弄完了就把他拔出来 说拿上去给你的医生 这个孩子好像死了 那我就说 怎么会呢 后来我就拿上去给了医生 医生一看说 哦 确定是死了 他说因为呢 这个胎儿呢 我看好像是死的 所以呢 没办法 确定 因为也没有胎 那个什么 对 没有胎新音 所以呢 就这样你下去照 照了 那我问医生说 为什么这个孩子就死 为什么这个胎儿就死了呢 他说没什么原因的 他说胎儿 就是有时候会这样 就死了 什么原因 不知道啊 需要花很大的能力啊 没有啊 我也没打球滑啊 那怎么就死了呢 但是你要叫一个东西死 叫一个东西摧毁 没太大困难 你现在要一栋大楼 爆破也没有什么困难 可是你要重新建起来 就很困难 听懂我在讲什么吗 所以摧毁的能力 都不是很大 重建的能力都是很大 而重建的是 没有生命的能力比较小 有生命的能力 要很大才行 我问你 叫花开容易吗 叫花开花容易吗 不容易吗 那不是人能够做的嘛 对不对 你知道吗 叫耶稣从死里复活 是全世界最难的事情 因为你要叫一个人 从死里复活 你不要讲说 医生说可以不可以 医生说可以 还不一定可以 因为还有罪的问题 听得懂吗 人死了除了身体以外 还有罪的问题 耶稣死 耶稣是担了全世界 所有人的罪而死的 所以你要将他 从死里复活 要胜过人类 所有罪的总和 进到他的里面 能够赦免 耶稣才从死里复活 了不了解 我在讲逻辑上的问题 所以全世界 最难的一件事情 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 可是他告诉我们说 这个能力 是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 二十节 照他在基督身上 所运行的大力 使他从死里复活 第二 第二个能力是 这个能力 让万物向万有之手 伏下 让万物向万有之手 伏下 看这个经文 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 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手 耶稣第二个能力 是叫所有人 物 低头 像 神 说 神的儿子 是神 这第二个浩大的能力 有多大呢 就是运行在万物之中 让他头低下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万有 有一个最大的势力 就是高举自己 听得懂吗 万有有一个最大的势力 就是要高举自己 人喜欢高举自己 连植物都欣欣向荣 对吗 我们这次就在法国 也有一个人在家里面 他那个树 他那个盆栽 整个都 都好像死了 后来我们就说 好像是没有放水吧 他说 哎呀 他忙起来 一个礼拜没浇水了 他说 他水浇下去就好了 真的 白天浇下去 傍晚 他所有的叶子 通通站起来 因为这就是生物的本能 人要往上 植物要往上 植物有相关性跟向上性 我告诉你 你要一个人高抬自己 没有太大困难 你要一个人低下 伏下是很困难的 越有钱的人越不能低头 你说没有啦 我都肯让人低头 所以就证明了 你是个没有钱的人 或者不够有钱的人 等你有钱的时候 我看你能不能谦卑下来 你说有钱会怎么样 有钱不能使我骄傲的 我有钱就把钱分给别人 对啊 那是因为你现在没钱啊 我从来没有看过 很有钱的人 一直想把钱分给别人的人 有介绍给我 或者等你有钱以后 请来找我 你放心 我不是要叫你把钱给我 我不要 我只是希望你能够分给别人 可是我就很难看到 你说名算什么 我不在乎名 要名干什么呢 名值什么钱啊 我不要名的 名不会叫我骄傲 那是因为你没有名啊 你没有名 你当然不要名啊 等你有名的时候 你就会要名啊 你说权不会怎么样的 那是因为你没有权 你知道有权的人 跟没权的人差很多 你知道吗 我以前不太知道了 知道有一次 我赶一个飞机 新加坡航空公司打电话给我 跟我说 李先生我要打电话给你 是因为你那个五点多的那班飞机 会迪雷 所以你从五点飞到新加坡的时候 赶不上原来那个飞机的 我说我不行 我一定要赶上那班飞机 因为我以前都卡得很紧 我一下飞机就要讲课 所以我说我不行 他说那怎么办呢 我说你两点钟还有一班飞机 还有一班飞机 他说有啊 他说 我说那我就赶 你帮我调到 前面还有没有 我一直帮我调到前面来 他说不行啊 现在只剩下一个小时多 飞机就要起飞了 所以你来不及 他说你家住在哪里 我说我住在台北啊 我说我现在马上坐计程车过去 这样赶不赶上你的飞机 我就问他 他就说我们试试看 所以我就那个行李 我都已经弄好了嘛 我就赶快合起来 跟旧号说我要走了 就绑起来 然后就打电话 叫个计程车 就连赶到那边 言论上跟他讲说 我一定要赶上这一班飞机 我要赶上两点多的这班飞机 他说你放心 我们那个已经关了 我们的那个 不是机舱门 是check-in的柜台已经关了 已经关了 他说不过 你的boarding pass 跟你的那个 lug的那个 已经准备好了 因为我跟他说 有两个行李嘛 他说已经好了 我说好 你猜发生什么事 我到那边 他把票给我 然后就说 你不要管行李了 他就把行李自己贴 他说行李交给我们 他说我们同事带你走 我第一次知道 机场有非常简单 走到机门口的路 我第一次知道 那个捷径 那个捷径 简直就是不像我们这样 一直绕一直绕 原来我们都在绕机场 你知道吗 他这个路就这样 啪啪啪就进去了 这叫做有权嘛 有权好办事啊 像我在某种程度 也是有权 因为我认识很多医生 这医生对我很好 所以我看病都是视讯看病 真的啊 那医生就把药先开给我 药盒都带在身上 我最常见到就打电话给 那个Brand 我跟Brand说 我又生病了 他说啊 好 如果他描述完了 他能清楚 他就说吃什么药 如果不清楚 来过来 嘴巴张开 就是啊 那有权多好吗 不用去医院的 就有人帮我们看病 有权 有名有权 有权都会骄傲 突然就不会看病了 除了叫别人这样看病以外 人不能低头 可是耶稣基督的能力 叫一个人扶下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可以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要知道 上帝能够叫耶稣 从死里复活 上帝能够叫我们低下来 如果我们没有低下来 就表示我们不认识上帝 我们应该跟神的祷告是 主啊 求祢让我的罪 可以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替我单掉 第二 求祢让我低下来 你要知道 身高是容易的 低下来是不容易的 耶稣基督的能力 是让我们能够低下来 第三 这个使徒充满上帝的恩典 所以第三就是 上帝的能力充满在我们里面 跟上帝祷告三件事 今生第一 神担当我们所有的罪 忧愁 难过 神担当走 耶稣担当走 第二 让我们活出应该活的样子 不高举自己 把自己放在对的位置上面 第三 求神把祂的恩典 充满在我们里面 喜乐在我们里面 笃定在我们里面 这就是我们向神祷告 三个最主要的 三个最主要的 主啊 你平安在我里面吗 你能力在我里面吗 我低得下来吗 我能向人道歉吗 我能够让步别人吗 这些祷告 你越祷告 你越经历它 这才是神要我们的祷告 至于你有钱没钱 如果你祷告的是有钱 有钱让你骄傲 你为什么要有钱啊 有名有名让你骄傲 你为什么要有名啊 你用不完 吃不完 你那些留下来的要做什么 如果我们真知道这些 我们里面充满了平安 充满了喜乐 充满了满足 所以真正的祷告 先感谢 后祈求 祈求两个 一 认识祂 更认识祂 第二 认识祂的工作 工作分三个 第一 过去的恩典 未来的指望 第三 现在的能力 这个能力是 祂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有平安 有喜乐 有满足 有笃定 祂在我们里面 我们扶得下来 可以跟人有很好的相处 祂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充满了各样 祂要充满我们的 我们来祷告 主 我求祢让我们 会晋身的祷告 因为当会晋身的祷告的时候 有或没有什么物质 差别不大 身体健康不健康 事情顺利不顺利 差别不大 可是当我们没有 晋身祷告 只是表面祷告的时候 我们会得失在 祷告垂听 祷告不蒙成就的矛盾当中 求祢让我们很稳定的 在这个信仰当中走 因为最要紧的是 祢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最要紧的是 祢在我们里面 我们可以把头低下来 最要紧的是 祢把平安喜乐 放在我们里面 我们可以活下去 听我们祷告 我们现在要分散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交通安慰 鼓励提醒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的家人 和神在普世的 众教会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